7月7日李静雷再次开思王力宏 起因是一种不友好的传言 令李静雷遭到外界质疑 对于网传李静雷不执行法官判决而面临处罚的传言 李静雷在7日晚发文回应 矛头指向王力宏 李静雷表示他被法院判决藐视法庭 以及王力宏在纽约法院的申请获准等消息 绝非属实都是有心人士通过水军操弄舆论风险 认为媒体在颠倒黑白 捏造不实判决结果侵害自己的名誉权 李静雷强调纽约法院驳回了王力宏方面的要求 而他们的请求均获准 至于驳回了什么又获准了哪一条 李静雷并没有说明 从署名来看 李静雷一次性请了三位律师 可见两人的官司仍在僵持之中 并没有落幕 对于李静雷的说辞 王力宏经纪人8日受访表示 纽约法院判决仅是有关管辖权 并未涉及实质争议的判定 也没有对方所声明的均获准他的诉求 这点我们也很无奈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李静雷的故事 据悉7日有网友称 因为李静雷迟迟没有提供 王力宏出轨的证据 并拒绝让王力宏探视子女 纽约法院判决李静雷藐视法庭罪名成立 同时强制执行王力宏的探视权动议 对此李静雷发声否认 而王力宏默认 法院判决并未涉及实质争议 但否认了李静雷说法院均获准他的诉求 指出前妻在撒谎 不难发现 因为这场官司在国外打 因而存在信息差 为了得到外界的支持 双方各执一词 说法存在出入 值得一提的是 从回应的措辞来看 李静雷非常强硬 雷厉风行指名道姓 而王力宏显得力不从心 每一次都是等李静雷发声后 再简单回应 据说王力宏已经九个月没有看到孩子 不知是否因此影响他的态度 据台媒透露 两人官司已经在台湾打响 6月9日二度开庭 二人对峙了四个半小时 草草收场 法院要求他们八月再次出庭 希望届时可以达成和解 然而从两人当前的言论来看 这场官司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 2013年 王力宏在举办 火力全开世界巡回演唱会期间 忙里偷闲和十年前 在演唱会上认识的一位女友人 李静雷见了一面 一番云语过后 两人感情越来越浓 就顺其自然地同居到了一起 本来对于类似这样的女友人 王力宏自出道以来 在多个城市都曾有过 作为一个帅气阳光 才华横溢的天才歌手 很多女孩都是主动投怀送抱 但因为王力宏明星的身份 大多都藏身在她的身后 不会影响到她的事业 不过这次王力宏却有些失散了 和李静雷同居的这段时间 因为没做好避孕措施 不久后 女房就怀上了她的孩子 虽然之前 她也多次向李静雷表示过 年龄越来越大 想要结婚生孩子的想法 并说以后有了孩子后 会带着李静雷一起飞往各地工作 这样她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但这也仅仅是 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罢了 其实她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当李静雷告诉王力宏 小生命突然来临的消息时 那一刻她又惊又喜 惊的是一直以来 她都以优质偶像的形象 出现在大众面前 而且有数不清的狂热粉丝 生怕未婚先孕的事情 会影响到她的事业 喜的是她已经37岁了 为了事业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打拼 已经过了谈婚论嫁 繁衍后代的年龄 突然有了自己的亲骨肉 心里有些欣喜 当时王力宏和李静雷 正处于热恋之中 为了照顾女方的情绪 王力宏在她面前 只表现出了喜的一面 并且说会将这个好消息 尽快告诉父母 再次和家里人商议后 她做出了和李静雷结婚的决定 当时家里人 只有她的父亲王大人 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老爷子想着 毕竟李静雷已经有了王家的后代 如果两人以后在一起 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 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结局 不过为了提防 这个儿媳是贪图王力宏的钱财 王力宏的父母 还要求李静雷在结婚前 要签署一份婚前协议 核心内容就是 王力宏婚前的所有财产 与李静雷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两人离婚 她什么也得不到 话说李静雷还是很爱王力宏的 对于这个条件 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就这样两人很快在美国办理了结婚手续 成为了正式的夫妻 2014年7月 李静雷产下一女 取名王嘉丽 王力宏第一时间晒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 她与妻子用手笔出一个爱心首饰 环绕女儿脚丫 充满了爱与幸福 2016年 李静雷再次怀孕 王力宏在她产前两个月 就停止了所有工作 陪着她一起到美国代产 而她再次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王嘉娜 同在这一年 王力宏不仅在华语音乐榜中 获得了全能华人艺人奖 还获得了威廉姆斯学院 和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荣誉博士 双博士加身 让她成为了屈指可数的 高学历明星艺人 有了两个女儿之后 王力宏也经常在社交平台 分享一些家人幸福甜蜜的生活瞬间 在各种场合大秀恩爱 在一次采访中 王力宏大赞 老婆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作为一个女人 她要比自己辛苦很多 当主持人问她私下里 如何称呼老婆时 更是笑着说道 除了叫老婆之外 还会叫她 生命中的爱 我唯一的爱 2018年 王力宏在演唱会上 宣布自己喜得第三胎 并透露 很可能这次会是个儿子 表示将休息两个月 陪妻子待产 亲自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还豪爽地表示 要给员工发100万的红包 2019年王力宏的《龙的传人》 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 在台北小鸡蛋开场 她在台上演唱 《爱的就是你》这首歌 唱到高潮处 突然放下手中的吉他 来到看台前 抓着围栏和看台上的李敬蕾 来了一个引体向上吻 这一幕引爆了全场 其实结婚后 夫妻两表面看上去 关系非常好 其实背地里 王力宏身边 还是会和那些 不清不楚的朋友联系 中间曾让李敬蕾发现过好多次 在看到王力宏记录的 那些朋友的特征时 发现竟然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 让李敬蕾感到特别失望与震惊 然而她还是默默忍受了这一切 觉得只要家庭不破裂 迟早她会收心的 然而在2019年 那次轰轰烈烈地吻过后 没多长时间 王力宏竟然态度坚决 向她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理由是她在外面 喜欢上了别的女孩子 不想让这个女孩受委屈 被说成是第三者 李敬蕾不同意 王力宏就言语羞辱 诋毁她 逼迫她就范 两人因此吵了好多次架 然而始终都没能改变 李敬蕾坚守家庭的想法 虽然这个家已经失去了温暖 后来王力宏就离开了家 很长时间都不回来一次 慢慢的李敬蕾也想开了 一个人跟着孩子 默默地等着她 有一天突然回来 不再奢望改变她 想着要给她自由的生活方式 以求能延续这段婚姻 可所有的忍耐 到最后都成了一场空 王力宏还是毅然决然地 要求离婚 此时两年的拉锯战 已经让李敬蕾筋疲力尽 心灰意冷之下 她也答应了离婚 李敬蕾答应离婚的条件是 能够让孩子的生活品质不降低 保姆 用人和司机 都留给她和孩子 费用由王力宏出 本来她还想要如今住的 这套价值四亿的房子 但是王力宏没同意 只答应她可以借住18年 条件谈妥后 两人签署了离婚协议 王力宏在网上 发布了离婚的消息 称其和李敬蕾 对未来的生活方式 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 决定分开生活 两人的私生活很简单 很单纯 以后不会再回应任何媒体 本来两人就此好聚好散 也算给这段 凤子成婚的不完美婚姻 画上了一个句号 可在两人离婚消息曝光后 各种传闻接踵而至 因为王力宏并没有说明 离婚的具体原因 探究真相自然也成为了网友们 非常关心的话题 很快就有消息说 王力宏和李敬蕾 离婚原因是因为婆媳不合 这让无辜背锅的李敬蕾 特别愤怒 他希望王力宏 能够出面澄清这些传闻 但王力宏却说 因为此前说过不再回应 所以不好再出面澄清 李敬蕾听到后 也表示了理解 结果一个小时后 一条关于王力宏出轨 掰兔组合成员孙宇的事情 传了出来 王力宏马上开始大动作澄清 本来李敬蕾在遭遇婚变危机后 情绪就有些激动 这样一个举动彻底成为了 压垮李敬蕾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两个好友的协助下 亲自写了一篇 五千字长文 控诉王力宏 文中细数了多年来 王力宏出轨 对其冷暴力 精神摧残 将他当生育工具等 种种事实 令王力宏保持 二十多年的好男人形象 瞬间崩塌 此后王力宏本人 和他的父亲王大中 及其绯闻女友们 轮番上场 与李敬蕾隔空对战 但都一一败下阵来 因为除了铁打的事实之外 他们似乎都已经忘记了 李敬蕾曾是名牌大学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生 而且从小就生活在 复杂的环境中 拥有常人不可及的智慧 与坚强 离婚事件发酵五天后 王力宏公开道歉 宣布暂时停止工作 推出娱乐圈 并决定将豪宅 过户到李敬蕾名下 今后也会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承担起所有责任 至此 2021年末 娱乐圈影响最大的 明星离婚事件 画上了句号 可李敬蕾的爆料 已经扯开了 娱乐圈明星 光鲜亮丽背后的 折羞布一角 或许更大的瓜 正在不紧不慢地赶来 诚然 王力宏婚前的放荡 和婚后的不忠 是导致其人设崩塌 婚姻失败的最大问题 但李敬蕾当初 在选择嫁给王力宏的时候 似乎也不够谨慎 从开始就都想着 改变对方的缺点 注定成为了一场悲剧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 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